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四早上 八甲继续进行 傅明尼斯客场挑战戈连泰斯 傅明尼斯近期状态飘忽不定 而且败仗居多 此番走访已经连续多轮联赛不败 且经济主场战斗力强劲的戈连泰斯 傅明尼斯折戟在所难免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对比上季 戈连泰斯经济进步明显 在还剩六场联赛没有踢的情况下 他们的积分已经与上季持平 球队能够提升战绩的主要原因 在于其攻防两端都有了进步 经济军敞入1.22球和紧失不足一球值得称赞 近况方面 虽然戈连泰斯在巴西杯决赛最终在12码大战败下阵来 但前者近期整体表现还是相当出色 近五轮联赛路德斯胜一合的佳绩 期间阿尔古德斯和尤利艾巴图都不止一次破门得分 但后者上轮染红 金杖被罚停赛 那么阿尔古德斯预计将会承担更多进球的责任 有力的是 戈连泰斯经济主场值得信赖 16场主场赢足11场之多 期间攻守兼备 此翻面对近况不稳的傅明尼斯的挑战 戈连泰斯主场称雄在即 阵容方面 中场主席宝连奴和前锋A苏亚雷斯等人因伤缺阵 傅明尼斯经济整体表现与主队哥连泰斯相差无几 前者比后者多踢一轮少击二分 排在第五位 傅明尼斯曾在6月中旬开启过一波高光时段 他们连续十轮联赛保持不败 期间录得七胜三合的佳绩 不过在这之后 球队整体表现都较为不稳定 之前还遭遇过一波三连败打击 再者 傅明尼斯经济客场也没有太多亮眼的演出 军场失球比入球要多 而且最近三次做客对阵戈连泰斯全部落败 期间三场都被对手零封 得失球比位零比九令人失望 此番再次出征 傅明尼斯依然难记厚望 阵容方面 后卫屁马菲奥斯因伤无法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